这天阿坤又来杂货店里收东西,本来就已经欠了好几十块钱了,老板当然不情愿,好说歹说,终于肯给半罐米。 半罐也行啊,阿坤高高兴兴的去咬米,一转身发现带来的鞋却不见了,阿坤急得不行,刚刚咬米的时候明明就放旁边了,那可是妹妹小方的鞋,要是没鞋子穿,妹妹明天该怎么上学呀? 兄妹俩一人揪着一双,早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本打算找个修鞋像补补,这下可好,干脆弄丢了。 一回家小方就满眼期待,哥,我鞋子补好了吗?阿坤男子汉有担当,给妹妹说了实话,但是别着急,哥去帮你找回来。 溜回店里结果当然是白忙活,怎么办,父母的压力已经够大了,这种事哪敢再告诉他们。 可找不到鞋,小方明天上学又成了问题,没办法,阿坤只能让妹妹先穿自己的鞋将就一下。 第二天,小方就踩着一双大鞋去了学校,同学看了都笑,舞蹈课,老师叫蹬腿,小方是拒绝的,一抬脚鞋就得往外飞,不敢动不敢动。 但是不动吧,老师又要凑上来批评他,小方被逼得没办法,腿轻轻一蹬,攻击,一双大鞋砸在老师脑门上。 放了学,小方还要踩着这双大鞋拼命跑,因为哥哥也等着鞋去上学呢。 鞋太大,妹妹也跑不快,等了老半天才到,阿坤套上鞋,连忙塞鸭子狂奔,但还是迟到了,还被校长逮了个正着,真是够倒霉的。 还好,阿坤有一帮死党,好朋友有困难,必须要帮。 他们出了个主意,高年级的明顺组建了一支足球队,他做鞋子生意的爸爸也支持,阔气的,给队里的每个孩子都发了一套球衣球鞋,他们正好也在队里。 下次踢球的时候,找明顺再要一双就是。 谁知踢着踢着起了矛盾,霸道的明顺直接把阿坤他们踢出了球队,连发的球衣球鞋都还了回去,更别贪,再要一双了。 没办法,兄妹俩只能继续共享同一双鞋。 第二天,小方照样还是一下课就跑,但鞋子总是不停的掉,甚至还直接掉进了水沟里,小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鞋子被冲走,蹲在岸边,埋着头哭。 幸好有好些人出手,帮他把鞋子捞了回来。 小方站起来道歉,却发现这人居然是明顺。 鞋子虽然没丢,但时间毕竟是耽误了,阿坤又被校长抓住了迟道。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还好死打能给力,给妹妹找来了一双拖鞋。 脚上只要贴块纱布,老师问起来就说脚受伤了,只能穿拖鞋。 人算不如天算,纱布没贴牢,恰好掉在老师脚边露了破绽。 小方也被老师严厉地提罚。 因为老师道,阿坤也正被校长惩罚扫操场,而明顺也因为作业质量下降被老师打了屁股。 因为之前他的作业都是阿坤帮他写的,现在双边关系搞得很僵,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以何为贵,明顺主动提出谈判,条件是一双鞋换一本作业,你们六个人就是六本。 坤方谈判代表提出还要重返球队,于是明顺坐地起架,那就六双鞋子换十二本作业,还要包配套服务准时送到学校。 阿坤帮妹妹也争取了一双,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七双鞋换十二本作业。 在所有死党的同心鞋力下,阿坤们继续帮明顺一伙人做功课,明顺也答应借他们一年的球鞋,还免费送了妹妹一双。 但妹妹拿到鞋后却是悲喜交加,因为鞋又大了两个号。 阿坤把鞋拿回去想换,明顺不乐意了。 要鞋?可以,那就跟我们踢场比赛。 赢了,我家店里的鞋你随便挑。 比就比,谁怕谁。 但明顺他们毕竟高一个年级,快头上占点优势,很快就连进两球。 阿坤这边一个黑小孩站了出来,帮助阿坤扳回一球。 明顺队里也起了内讧,阿坤抓住机会,亲自打进一球扳平比分。 明顺队的士气持续走低,甚至最后打进一粒乌龙球。 让二追三,阿坤队顽强的拼下了胜利。 谁知明顺不认账,最后一个球是我们踢进的,当然算我们赢。 非但如此,还要把借出去的球鞋又收回去,双边关系再次破裂。 没有阿坤帮忙做功课,明顺又被老师打了屁股,还被请了家长。 请人写作业的事也被爸妈知道了。 而阿坤兄妹俩也又回到了共享同一双鞋的日子。 一天,小方在学校里看到某个人的脚上穿着一双破鞋,很是眼熟。 等他过两天终于找到这个人,却换了一双新鞋,旧鞋已经被扔了。 小方拉上哥哥去大街上找,终于在路中间发现了这双已经不能再破的破鞋。 这时,路上突然冲出来一对游行侍卫的人群,还和警察打了起来。 本来安安静静躺在地上的鞋也被踢得不见踪影。 一个警察被人按倒在墙角,挣扎中随手抄起手边的破鞋就要拍。 脆弱的鞋子再也经不起折腾,在兄妹俩绝望的眼前被撕得粉碎。 仅剩的一双鞋已经被兄妹俩穿破了洞,为此阿坤还放弃了体育课上的一次跑步测验,事后他才知道。 这一次测验是为小学生越野跑比赛做选拔,而比赛第三名的奖励恰好是一双球鞋。 阿坤赶紧找到老师,可无论他怎么球,连放学回家了都缠着他。 老师说什么都不肯给他机会。 谁让你之前测验不参加? 正巧,老师这两天咳嗽的挺严重。 药又落在了办公室,阿坤终于得到机会展现自己的飞毛腿,瞬间一个来回,老师呆呆的看了下表。 行吧,让你去吧。 比赛中有一个淤泥潭,原本遥遥领先的人毫不知情,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阿坤没注意也不小心跳了进去,正好还撞上了明顺,真是冤家路窄。 明顺使坏把阿坤的鞋拔出来,又使劲按到了更深的泥里。 这时,后面的梯队已经从泥潭边绕过完成反抄。 阿坤心急,鞋子不要了,光脚的本来就不怕穿鞋的。 与此同时,兄妹俩已经怀胎十月的母亲突然闹肚子痛。 是时候了,小方赶紧出门呼叫支援。 原本河对岸的胖沈送来了一块红绸布,答应只要把绸布一挥,她就马上过来帮忙接生。 可现在,河岸边却找不着她的人影,小方跪了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办法,小方只能自己跑过去叫人,可唯一的一双鞋已经被哥哥拿去跑步了。 为了跑不快又不能穿拖鞋,只能光着脚过去。 来到一处破烂的石子路。 路上还满是玻璃碎渣,但小方还是勇敢的踩了上去。 没走两步,小脚丫就被划上鲜血直流。 但是妹妹想着在家里痛苦呻吟的母亲。 哥哥想着没鞋穿的妹妹。 两个人都已经无法阻拦。 他们踏上尖锐的玻璃和石块,勇敢的向前奔去。 阿坤拼得太狠,一使劲竟然跑到了第一,甩下后面一大截。 这可不行,只有第三名的奖品才是鞋子。 阿坤只能停下来等他们。 快到终点了,原本几个人并驾齐驱。 但阿坤的光脚踩到一颗小狮子,一划,阴差阳错拿了第一。 第三名落到了明顺的头上。 阿坤拿着奖牌去找明顺换鞋。 可丢了冠军的明顺正在气头上,直接把鞋子扔进了河里。 小方也终于找来胖婶帮妈妈成功接生。 阿坤和小方低着头坐在桥边,虽然伙伴们帮她把鞋从泥坑里捞了出来, 但已经不能穿了。鞋子,兄妹俩一双鞋都没有了。 突然,有人在他们身边放了两双崭新的白鞋。 回头一看,又是明顺。 只是西装革履,一副大人模样。 她说,她爸爸要把她送去国外念书了。 之前是她不懂事,临走前来道个别。 她家里鞋子太多,也知道阿坤家里的情况,特意送两双给他们。 两人终于握手言和。 兄妹俩穿着新鞋,在路上兴奋的狂奔。 在他们面前,又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泥泞道路。 这是他们未来的人生路。 谁的前路都不会平滑顺畅。 贫穷让他们的脚下没有鞋,却更加沉重。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拼尽全力,小孩子也一样。 不经过锤炼,得来容易的东西,又怎么会去珍惜呢? 这部新加坡电影翻拍自伊朗经典影片《小鞋子》,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拍出自己的东西。 导演在影片中加入了多处影射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交状况的情节, 也因此被马来西亚当局列为禁片。 但影片表达出的真挚纯洁的儿童情感也让观众对他的喜爱变得不可阻挡。